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 其实像我们为什么会这么了解台湾人 然后就是台湾学成这样 当然废话第一个我们就是台湾人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办国际性活动的经验 就是国际性活动的经验 就是我们办了十十十十二年十五年 十几年十二年的台北国际决心音乐营 就是TISCIA这样 办了很多次 不断的在尝试不断的在激荡这样 那通常我们比如说以国外的 因为我们是真的国际决心音乐营 我们有十个老师 十个老师里面有八个是外国人 来自于美国欧洲 甚至日本甚至非洲 甚至就是没有没有大泳洲 没有没有也没有南极洲 没有 这都没有 可是这几个国际性老师 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 乐手也是非常厉害的老师 当然有些是我以前的老师 我知道他们真的很厉害 你看他们觉得这是很基础很基本的东西 来到台湾的时候他马上立马变成一个很难的东西 就是因为为什么 very easy very easy to understand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 我们的社会的文化里面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啊 你跟他说take the H&M 你跟他说anybody knows i remember you no everybody knows a fucky day no 这废话当然都不知道啊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啊 我们的文化里面根本没有啊 所以这些老师们 其实我也非常的感谢他们 其实他们会 花时间愿意跟起命跟凯啊 就是两个人 就是两个苦命的台湾老师在那边讨论说 我们要怎么样 不是说教简单 是怎么样把这些东西转化成 他们可以听得懂的 甚至你看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有拉丁的课 然后我们有 到最后有 阿华克坡沙沙 我们有布拉吉利安的课 我们有很多这种音乐风格 可是我相信参加过的 他们就印象很深刻这样 所以 在这个营队里面 就是你可以学到一些事情 说你怎么样把这些东西 告诉台湾的学生 所以如果你在问我说 你如果继续问我说 或是你继续在那边怀疑说 担心你自己说 阿我怕我 呃老师是大师 老师是什么 资深的 所以我可能会 没有办法 配得上老师的程度 你要跟我结婚吗 你为什么要配上我的程度 我觉得很奇怪 这样就是 你是学生啊 我是老师啊 我的责任就是 就是要教你啊 就是阿你不会 我就是要把你教到会了 不然我是干嘛 厨师是要做什么 我就是要把饭 饭煮好啊 你头发是 你法是要做什么 就是把头发剪好啊 对啊 这是我们的本分 每个人如果可以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那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啊 所以如果你在这样 继续怀疑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 没有办法做什么 我们就继续 继续认真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说 比如说像我们 营队的时候会有那种所谓的 呃 我们有一个表单 让他你去填 然后以前是实体报名 然后后来会有线上报 就是报说你的程度 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人性 就是大家在填的时候 有的你就看到人性 有的人他就会觉得说 自己一定很烂 其实他程度还不错 他就已经把自己填在那个 什么都不会那一集 就是那个什么都不会 这样的意思就是像 希望老师帮我 从头交起这样 那有的人呢 有些乐手 或者一些职业的音乐人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那我就是要把就是我就要填进阶 为什么我要填进阶 因为我想要我想要那个那个认识 就是我想要就是学比较难的东西 他就直接这样讲 他认为进阶就是比较难的东西 然后初阶就是比较简单的东西 我跟你讲在启明老师跟凯老师 世界上不是这样分的 不是进阶的就是比较难的 程度就是这样 有的人他就会就跟我刚刚前面提到那14点一样 有的人他就会觉得说 我能力不错啊 我要选比较厉害的那个 结果没想到他无法升任 那有的人就说 我其实没有办法 我蛮烂的 可是其实他明明就可以 可是他不知道 他没有被开发这个潜能这样 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真的就是 我刚刚提到就是一个相对的东西 我比较相信相对的东西 跟大家先讲一下 我也相信相对的事情 相对的意思不是说 不是说 就是你什么都不做 老师就一直做 然后你就会进步 不是相对就是夸雄 好 那台湾人说夸雄要夸雄 那相对就是一个 另外就是平衡 所以为什么要解释原因 因为是平衡嘛 因为很多东西有个平衡 所以 这个东西你在那边担忧 或是说你在那边太 过于说自认 自以为是 其实也都是不好 非常不好的事情